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中国制造详细全球 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比较优势 而不是靠补贴进行倾销 更不是靠保护实现垄断 我们以自身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 保障了全球成功率的稳定 也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也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二 为世界经济的稳健发展 发挥了公正的重要作用 每当自身陷于困局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 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 这种情况屡见不醒 事实很清楚 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搞歧视性补贴 连续的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处机构的法官领取 动辄对别国的产品加征高额关税 美方的这些做法 才是引发全球对新领文贸易战略最大担忧 数据也很清楚 去年世贸组织的成员中 仅美国通报的技术贸易币的措施 就有454件 比它后面的五个成员国通报的总数 还要比保护中心带过来一家独大的幻想 只会失去和做共鸣的机遇 过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发展深度交融 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 高属我们对外开放 培育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态 在开放合作的大道上 中国永远是世界机遇